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關渡自然平原 是臺北市重要的水鳥保護區 也是僅存的最後一片水稻田 每年在這裡都會邀請 國內外的藝術家進行創作 將藝術與自然環境結合 也給民眾生態保育的觀念 走過了十個年頭 關渡國際自然藝術季 今年以簽默之間為年度主題 邀請國際藝術家 利用自然素材現場創作 並且希望能夠透過藝術作品 串連起人民與土地和大自然 像今年因為我們配合主題簽默之間 我們也在他們走到了關渡平原 然後去跟實際還在關渡平原 耕作的農夫去見面 去分享一下他們的心得 然後藉此再發展他們這邊的築地創作 關渡平原曾是漢人進入台北最早開墾出的農地 但現今卻是台北最後僅存的水稻田 水稻田的開發與否對當地居民來說 是一個再重要不過的議題 而外圍林立的高樓與平原更是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不僅透過藝術作品讓民眾了解在面對開墾與自然保育之間而存在的兩難 周邊還有許多活動 包括有趣好玩的生態解說及遊戲 透過活動設計 邀民眾共同關心農地消失與農田開發等議題 期待透過這個活動讓參與的民眾更瞭解大地與生命的連結 也希望民眾能更謙虛地對待這片土地 看溝是古老的捕魚方式 而現在透過體驗的方式 民眾也能夠感受到仙人捕魚的智慧 並且思考保護自然海洋環境的重要 千古是早年沙子海岸常見的漁法 當時漁村裡的漁船 網具都十分匱乏 千古作業的設備比較簡單 可以數十戶共同投資照船買網 也成為過去漁村重要的漁業活動 越接近縮往時 南北兩方一定要聽從指揮官的指令 才能將王偉的疑惑順利拉上岸 我覺得現在我們是熱氣以前叫做生活 所以以前逃海的生活真的不容易 以前一條生子 聽說只有十幾個人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就會喘 很喘 太大了 太大了 妳是這樣子 剛有87歲的阿嬤也來了 超級山寺 而且台下都掌握幫忙 他們會為我們在逃海的世界 牽著馬燒 所有馬燒已經穿過馬燒 現在是因為随著潮流的改變 社會形態的改變 現在漁獲量很少 所以很少 但是重拾記憶 小朋友的記憶 這段時間有風車的風波 希望保留這些景點 讓我們後代子孫可以常常來這邊玩 而且我們這邊夕陽特別美 所以怕生態迫害 也怕景觀迫害 就是這樣而已 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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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